尼卡尔堡直接推了奥链 我们来看弗兰西斯科 三倍以上的超时下注 欢迎来到大鹏的招 今天我们带来哈斯拉娱乐场 周末高额桌 这是一张七人桌 场上有乱配置和尼卡尔堡 现在场上有了战利者游戏 哇 这手牌怎么已经搞得这么大了 我们来看转牌 转牌一张草花似白牌 没有改变双方的胜负关系 前位选手的K圈选择了过牌 到乱配置 推掉 对手说跑一次 这样的话 踩尔定格在了62750刀 我们来看合牌 合牌一张十 乱配置成功收持 这手牌打得无惊无险 还拿到一个小黄牌 这K圈肯定是有拿牌的压力 但是后手也不多的情况下 推掉也是没办法的 这就别查后手了 就直接把筹码推给对手就可以了 查一下只能让自己变得更伤心 尼卡尔宝和Jackway拿到了A9杂色 开始加注到500刀 比赛就是这样 刚开始大家的开始尺度都是三个大忙 打到后面又有战利者游戏 那开始尺度会越打越大 翻牌 8-3-A 三张红心 哇 乱配置好运呢 刚刚拿到牌以后 又是拿到了天K花 加注到2000刀 这个加注不是快打 是希望能够尽快构建这个彩石 否则要措施很多价值 因为他也知道尼卡尔宝打牌 是一个比较松 比较有支付的选手 转牌一张红心圈 这张红心圈不是乱配置想看到的 发完以后 牌面变成了单张成花 自己拿到了红心K 那又看到了红心圈 只能冲一个红心钩要价值了 尼卡尔宝下注2000刀 这里乱配置 跟注和加注都是没问题的 可以平衡一下这个策略 加注出来 尼卡尔宝选择了气牌 转配置成功收持 这手牌求稳 咱们就加注啊 因为牌面和牌 发出一张红心的话 很有可能会让对手 有铜花顺的机会 如果发出攻队的话 对手有组成葫芦和四条的可能 那趁着牌面上 是最领先的情况下 加注 然后大家的后手马来也很深 对手即使这时候推出来 我们也是很高兴的可以接注的 或者是对手打出一个加注 我们可以直接推出去 你气牌 我收持 那你选择跟注 咱们协商跑两次 避免自己深仇被黑掉 如果说领先的很多 然后推了奥林和对手跑两次都没跑出来 那这个就没办法了 咱们只能是做正确的事 剩下的交给和关 Rampage A10杂色 300出来 Francisco拿到了Aces 400到9000刀 回到Rampage 跟注 这手牌Rampage很清楚 很容易被压制的 翻牌 9 勾 2 两张草花 Rampage拿到了后门花 后门顺的听牌 这个翻牌面对Rampage来讲 已经是比较友好了 那对手打了2万刀 Rampage秒缝 对手的后手是不支持Rampage去听牌的 所以说不再去缠斗了 这手牌翻前去跟注 就已经是一个很松的表现了 那 没有中自己想 特别想要的面啊 就算了 Cutoff位的Francisco拿到了A K只是选择了跟注 他在期待别人的加注以后 打出一个大尺度的Thumbight Elon加注到600刀 到Rampage Thumbight到2400刀 4倍到7千刀 到Francisco 他本来就想等一个台阶 然后自己打出一个加注 抢一下顶端排力的范围优势 要么打掉你 要么我们就是有范围优势的情况下打翻后 结果是遭遇到一个4Bit 这手牌气吧 也气不掉 尤其是Nikarbo打出的4Bit 但很显然他不想拼这个波动 好 他选择了跟注 那我认为 跟注对手的4Bit范围 有AK杂色一手 如果是AK同花的话 尽量还是直接推掉啊 避免让对手觉得 自己太紧了 不太好要价值 Nikarbo拿到了一个中队 Francisco拿了筹码 然后选择了过牌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点啊 转排一张红心时 那Francisco拿到了一个听黑花 两位选手再空一条街 合牌一张草花K Francisco实现了反超 而且这张K 特别适合Nikarbo去投机 因为中了他的形象范围了 Nikarbo直接推了凹链 我们来看Francisco 哎呦 这是一个 三倍以上的超时下注 应该就是三倍吧 差不多 Francisco现在有点难受 因为对手的手排范围 还是有AA和KK组合的 这手排Francisco就是怕波动 还来了一个大波动 这筹码没推出去 又放回来了 咱们去想一下 如果Nikarbo拿到了AA和KK 翻后会不会打出这样一个路径 我觉得概率是比较低的 但是Francisco这手排 翻前没有去打出一个5byte 去抢顶端排力的范围优势 没有去挤压对手的话 就意味着他并不想跑一个大的波动 那不想跑一个大的波动 彩池只有一万多刀 自己付出了几千刀的情况下 合排中一个K有没有必要去选择跟住 都是他的一个问题 因为Nikarbo的手排范围是很宽的 在这个面上能直接推出来的手排 挺多的 对吧 至少是一个两队了 因为排面出了花和顺 虽然说两位选手下手都没有那么重 但是你说他拿一个K圈概率太小了 这个牌跟住有跟住的理由 但是确实想一想也输很多 Nikarbo能拿52黑桃玩这手牌 他就能拿58 对吧 4548这都是有可能的 然后还有一些有逻辑的组合 就是比如说80 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67就已经成顺了 所以说Francisco也是很难受 这手牌我认为Francisco最难受的点在于 他玩了一个对他来讲有压力的盲主级别 咱们换一个更有钱的老板 或者是一个级别更高的职业牌手 我相信这手牌都不会有盒牌做这样决策的时候 就是翻前再加入一次 这手牌就结束了 要么对手直接Fall掉了 要么翻后两位选手打光了 然后盒牌你的AK被发起来了 就这么简单 当然这手牌Francisco如果是AK同花的话 这手牌也会变得简单很多了 那翻前也会打得更激进 杂色的话确实是有面对加注的跟注范围 有一个强的范围去保护自己跟注的手牌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到现在就是很难受 推出去 池底的筹码都是你的 汽牌 你池底下的那几千刀全部打水漂 好 想一下选择了Fall牌 尼卡尔堡成功收持 还亮出了自己的底牌挑选对手 确实这个加注给了对手极限的压力 对手不愿意拼这个波动就放弃了这个EV 没办法 心态炸了 这时候看到对手的底牌 心态上确实是会有一些波动 那目前水上最多的还是他 31425刀 输最多的是37,050刀 RAM配置目前也是水下的状态 2123 非常有难 脉肪 3193 焦 418 418 148 418